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我是为了完成我父亲的一个夙愿 那君子手打命药 那框上用的东西 汤君咋说的 在这个半场的过程当中 会有很多疼痛 但是他从来都没有跟我们说过 这些半场是多么多么的不容易 我站在城楼 荒山君 我坚信 汤君是很有时常千里人 会有很多人喜欢 而且是越来越多人喜欢 十个专家 这边护士得了十一票 左刺 先左刃 刃要有肚量 一定记住要有肚量 唐代君词的那种厚重 也有宋代君词的那种色彩斑斓 他们等于是把两者合一 取唐 宋 各家所长 才成为我们现在新型的唐君作品 不关任何一种刺器 你得发展它 得给它赋予协力上面 我们希望把唐君文化发扬传承下去 然后希望把这个唐君文化 不仅是在我们河南 在我们中国 甚至于我们希望全世界 都能够知道唐君这个名字 瓷器是中国的象征 在英文当中 瓷器与中国同为一词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瓷器代表着中国的文化与历史 而在中国的瓷器当中 五大名谣之一的君词不得不提 君词以独特的摇遍艺术而著称于世 素有黄金有价君无价和家有万贯 不如君词一见的美誉 今天我们就要为大家介绍 两位君词艺术大师 分享他们的君词艺术成就和人生理念 我站在城楼 黄山君 耳听的城外 我父亲是孤独的 我每次就是跟着我父亲上山 就看到他自己背着手 然后往山上走 或许在君词的这条路上 是有千军万马 但是在唐君的这个道路上 不能说是我父亲孤军奋战 但是我能感受得到 我父亲在唐君这一块的一个 领军人物的一个形象 我感觉着他还是一个大男人 就是大男子主义厉害一点 但是半生的时候 你们整个几天也感觉到了 他这个人给谁公事 就说的是 不让人家吃亏 是自己吃亏一点 星辰五点 天微亮 任继委像往常一样 步行向家后面的山上进发 看到带有红钉子那个 这一片红 这里大概就是三十八目的 都是这么的场 都说五十之天命 可今年已经58岁的人继委 以及他带领下的人事辞业 依然在奋力远航 人家乃君子世家 祖辈从事君子事业 已有百年历史 而任继委的父亲 任坚 则为新中国的君子事业 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是中央要求恢复五大名要 恢复君子是我父亲到 北京去开会 回来了以后 组建就是第一个君子 长 那时候我父亲就扶着 整个君子里 恢复 厌制 烧成 作为人世家族的第七代传承人 任继委自然是当今君子界 当仁不让的大师 近年来 他所创作的四海祥瑞 盛世中华 金欧永固等君子作品 相继被外交部选为国理 赠予韩国总统朴景慧等政要名流 尤其是被他誉为镇馆之宝的古丁盘 更是不可多得的绝世真品 天晴 天晴 地鞋 月背 这里别的 切皮子 求饮走腻 你这件东西买了 你看你能办多少事 我这件东西 我就是不办事 这件东西我也不再买 因为不可复制 背靠名声显赫的君子世家 任其伟本可以躺在父辈的功劳簿上 轻松过火 但他的大半生 却并不像常人想象的那样从容 房子都是破烂不堪了 这是你小时候住的 在这儿住的 对 这就在这儿住了 住了多少时候 我从三岁开始 就从那边搬过来了 来到这个院就想见我父亲了 我父亲回来的时候 总是在这儿 二抹个人咳嗽一声 这个子们多 有时候还一大劲 整大的我父亲在这儿 一声咳嗽 全部绣兵 就没有人再敢抗争了 任其伟出生在君子之都 宇州市神后镇 小时候 父亲人间是宇州国营瓷场的厂长 打小 父亲就对任其伟严格要求 把这个君子的工艺流程 来来来 胳膊 歇到你胳膊上 歇到胳膊上了以后 第二天了 他一息胳膊一息 他一息了 他都开始问了 下一 刘成是什么什么什么 我问的是你不知道的时候 他就慌了 再问还不知道 他就懂说了 初中毕业后 受文革冲击 父亲人间被打成右派 任继委也就此辍学 直到20岁那年 才被分配到当时的宇州市国营二瓷场工作 父亲的严格要求 为任继委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当时国营瓷场在上海设立的销售部门连年亏损 不得已 作为常理顶尖人才的任继委 被派去上海 扭转乾坤 基本工资 三百块钱 笑一吼 你启程 依靠在上海销售卫生陶瓷 任继委不仅帮国营瓷场扭亏为盈 自己也在上海安家置业 将妻女都接到上海一起生活 但在其内心深处 创作君子的梦想一直未曾磨灭 直到2004年 我国陶瓷泰斗李国珍病逝前的一番话 让任继委终于下定了决心 作君子人都知道 君子始于唐 胜于颂 一杯呆骨 让唐君者果 活适了 君子始于唐 胜于颂 唐君以黑色为主色调 黑中泛蓝 蓝中引白 造型典雅厚重 被称为智慧之子 但长期以来 人们对唐君的认识却并不多 带着李老病逝前的阴界嘱托 任继委决定从上海回乡发展唐君 那时候好多人说我欣求 你都是往大城市跑里 你是往咸隔岸里钻的 当时是不同意的 因为啥呢 我们93年到上海 这大拼这一份事业了 也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刚刚稳定下来了 那里也买了一房子 满留自己的公司 也不愿意丢弃 其实我父亲是为了完成我爷爷的一个夙愿 然后我是为了完成我父亲的一个夙愿 回到家乡后 任继委首先面临的是场地悬址的难题 经过一番考察后 平顶山市的夹县进入了他的眼帘 唐代时期 甲县周边次有种多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专家们在甲县的背部及县林区域 发现了大量的汤君成品和产品 由此揭开了松的君子的来源 并勾来出汤松两代君子的传承关系 早在唐朝时 甲县就分布着众多窑炉 是唐军的重要起源地 因此任继委决定 把长旨选在甲县安良镇 去开药的时候 那那个东西一件一件的碎了 就是那个塔和油不结合 冷却到一段一段时间 它这个东西就是一下塌下来了 也是经过了好多的实力实验才成功的 那君子收打名药 那那那那那那荒商用的东西啊 你唐军咋说的 技术上的难题和社会上的不认可 让任继委的唐军道路异常坎坷 最难时 他甚至把上海一套价值600万元的住房 拿来贱卖 发展唐军 在这个办厂的过程当中 会有很多疼痛 但是他从来都没有跟我们说过 这些办厂是多么多么的不容易 我站在城楼 黄山均 耳听的城外 乱纷纷 诸葛亮这一生 基本上没有冒险过 就是狂乘级 他第一次冒险 虽然说冒险 但是还是成功的 也就是长阳 刚做唐军的时候 不能说我们有奉险 但是 我坚信 唐军是很有 时长千里的 会有很多人喜欢 而且是越来越多的人喜欢 功夫不负有心人 2013年 代表陶瓷界最高荣誉的 中国工艺美术协会百花奖评比活动 在福建莆田举行 任介维创作的唐军作品 《无量湖》 在12位专家评委中 拿到了11票 一举荣获金奖 才做这个户的启发来 就是原来我父亲给我说过一句话 做刺 先做人 人要有毒量 一定记住要有毒量 人没有毒量 很多事是做不成的 我以这个主题思想 设计这个户 你看他这个户肚子很大 《无量湖》的成功更加坚定了任介维创作唐军的决心 传统唐军以黑色为主色调 色彩相对单一 为适应新时代下人们的审美观念 任介维自创了一种新型唐军釉 并且荣获国家专利 那边那个是上了两次油 上面一次下边一次 对 上边是黑碟 上边是 在现在的一种新的唐军釉 这个新唐军釉 就是黑碟了以后出现了 各种颜色都出来 一个又出现 把这晃烂红绿败 统统都给它表现了 燃放颠炮 祭拜姚神之后 经过两次试诱的唐军作品 被放入姚庐 迎接长达36个小时的烧制 任介维沿用了唐朝时期的烧制方法 采用坚硬的松木作为原料进行柴烧 柴烧烧的油是它一个是火很柔烧 柴烈烧了以后烧出来的东西很央烟 古老的军祠加上全新的柚色 碰撞出全新的火花 比如眼前这款唐军作品荷花喜 就受到了中国工艺美术协会的高度评价 被推荐赴韩国参展 过去唐军光是黑底 上面有蓝斑 有其他的斑点 就点斑吧 它这个现在就比较 除了有黑底之外 它那个上面的 再上这一层用了 它就会有一些五彩变化 而且城门当中还有变化 唐代君词的那种厚重 也有宋代君词的那种色彩斑斓 他们等于是把两者合一 取唐 宋 各家所长 才成为了我们现在新型的唐军作品 创新不仅仅体现在右色上 在气形上 任契委同样也下了一番功夫 因为之前的时候 无论是唐军也好 或者是宋军也好 都是一些比较高高在上的一些作品 我们希望能够设计一些 更加能够进入家庭生活的一些作品 然后来融入 或者说是能够进入更大的一个市场 任契委告诉我们 最近他正在从商代的青铜器中 寻找灵感 希望通过自己的不断创新 让唐军这种古老的君子 开出新化 不关任何一种刺器 你的发展堂 得给他赋予心理生命 我们希望把唐军文化发扬传承下去 然后希望把这个唐军文化 不仅是在我们河南 在我们中国 甚至于我们希望全世界 都能够知道唐军这个名字 日前中国公益美术协会将中国唐军基地 荣誉称号授予夹县 夹县也正在依托着唐军基地的优势 加大产业的扶持力度 推动当地唐军产业快速发展 我们相信任契委的唐军事业会越来越好 整个夹县的唐军产业也会越来越好 说完了唐军 咱们再把视线转向军祠之都 宇州市的神后镇 那里有一队祖辈都在从事 军祠事业的父子兵 院里的话可以坐 房里有某人坐过 我说你毛这个心啥意思 陶子长有句话是 寺院不如一房 房里比较难秤 我说你神经呢 我说敢不成的事 我不敢不成都算了 从前想着 想着我房间 想着这东西还不错 但是就是说 还是为了这个军祠 这个弘扬中国军祠文化 还是努力地把它做下去 军祠少主义演后的作品 抱着亲情 就像你的儿子一样 是不得把它丢掉 我记得清清楚楚 老母亲写这个 跟这个军祠之力干的时候 是在老家 左手无辱 心口 那估计是心脏不好手 是吧 右手拿住 在那边 那样的情况 我看到之后 说实话 我心里很不适走的 老父亲对这个事业的追求 咱这一代人 就是说 没有理由 不把它发生房 所以说 这些年来 我对我一直的 不懈的努力 不管是从军祠的造型上来说 从这个右侧上来说 我一直都在 直直不转地追求 你能达到军祠的最高的经验 最能够有识别性的就是他的造型 特别丰富 就是苗家的军祠的造型千变万化 我们认为是 苗家的军祠是公义讲究 右色纯正 摇辩丰富 造型简洁 六月的一天 在宇州市神后古镇 摄制组如约见到了 军祠艺术大师苗长强 如果不是提前看到一些影像资料 你很难把眼前这个满身泥巴的工匠 和中国陶瓷艺术大师联系在一起 凡是来到苗家军祠窑参观的客人 苗长强总是习惯性的 先带客人参观位于二楼的珍宝阁 因为这里珍藏了苗家几十年来 创作的军祠真品 也是我的代表作 叫做双龙平 也叫做双龙准 一零年的时候 习主席送给俄罗斯中立普京的 当时普京是俄罗斯的中立 这个右手就体现了军祠的要扁 这个红为嘴自为鬼 这个都是自首 自首自为鬼 就像小孩们脸上插那个红颜值 红的法子 叫福贵尊 也叫小口尊 你看它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没到哪里了 就体现了这个军祠里 这个要扁 色彩要扁 开了个片是红色的 然而在琳琅满目的珍宝阁里 最吸引设置组目光的 还是眼前这件北京奥运 长城鼎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 长城鼎作为奥运国礼 送给了参加奥运会的204个国家领导人 和各国代表团 一个China 一个瓷 一个长城 一个鼎 等于说这三种 这个中国符号 联系在一起 用军祠的形式表现出来 奥运长城鼎 让苗长强声名大振 但是谁能想到 为了创作这一作品 苗长强竟然熬白了头发 始终拨回到2007年下半年的一天 这天苗长强突然接到 北京奥组委的电话 电话里 对方希望苗长强 为北京奥运会 制作一款蕴含长城文化 体现中国精神的奥运国礼 然而 面对这一从天而降的喜讯 苗长强的爱人 却并不那么高兴 院里的话可以做 房里有某人做过 我说你毛这个心啥意思 他说来呀 或者就是我常识 就是一种 就那那挑战吧 在家人都反对的情况下 苗长强还是依然接受了挑战 他在家里新建了一个摇炉 专门用来烧制奥运长城鼎 陶子上有句话是 寺院不如一房啊 房里比较难称 他这个面来 在制作的前期 不是平面 不是平面 是往外鼓的 鼓多声 这个面往外鼓多声 那是靠经验了 这之前呀 他是 我啥时候行 我不两年多行 他也是跟那儿传给做的 三年多行 他也跟那儿做 我说你神经呢 我敢不成那时候 就不敢不成都算了 经过大半年的烧制 历经无数次的开窑 终于在07年农历的最后一天 奥运长城鼎的第一个模型 成功烧成 这些都是当年制作 北京奥运会长城鼎的时候 设计的样格 这一款是艳色的变化 就是咱定格那一款 就是药的不是这种艳色 不是这种黄色的 是这种青色的 再是一款 这是拖延性的 是一个吊包成肉性的 也有长城的理念在里面 但是没有才能 就这样 前后历经将近一年时间 经过三十余次改稿 奥运长城鼎 最终被北京奥作为采纳 荣应奥运国礼 从前想着我房间 想着这东西咱也不做了 也没什么 就是说 投入这么多 感觉都不值 但是就是说 还是为了这个君子 这个 哄扬中国君子文化 还是努力地把它做下去 上世纪六十年代 苗昌强出生于神后古镇的君子世家 其父苗西锦 是老一辈君子艺术大师 父子俩曾一同编撰 君子史上第一部制书 君子制 出生于君子世家 苗昌强自幼 就对君子耳濡目染 但是苗昌强说 自己真正与君子结缘 其实是源于父亲 带回家的一件蚕刺品 买回家这个东西呢 是田情色的 田情色的放在 那个老家那个院里 冬天下雪了之后呢 白夜的雪下在 这个青叶色的花瓶上面 田情叶色的花瓶上面 就像青田白夜 看出格外舒服 这个艺术效果 神神的大动了我 高中毕业后 苗昌强被分配到 当时的神后镇新华瓷场 在父亲的指导下 开始烧纸君子 1985年宇州市政府 提倡各军资厂的优秀员工 通过考试到大专院校进修 苗昌强又幸运地进入西北清工业学院 陶瓷专业深造 两年的学习 为苗昌强的军资道路 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除了求人中经文之外呢 还有一个非常滇性的温柔 就是军资的开篇 这个温柔 这个温柔在宋代来说 没有这么完美 现在呢 咱通过夺向努力吧 试验研究 这个温柔来 当目前为止是相当满意 冰裂和君子一种结合 它结合出来以后 那就冰裂君子 非常漂亮 至少是说目前 我还没有看到过 用哪一家按照这种形式去做 苗家君子追求传统 工艺自然咬变 烧制工艺上 以煤为主要燃料 经过二十多个小时的烧制 苗家君子迎来了又一次开咬 这个叫冯花瓶 这个咬样 还可以 在那边一共烧了多少件 一百多件 总体来说还可以 要求来说达到标准了 在以前 就是成品率都是百分之三十 成品率百分之三十 按理说是达到三十的表值了 对于稍有瑕疵的作品 苗长强的态度是 绝不顾惜 坚决销毁 这是裸炸了 这烧药的时候 药丁上的炸裸上去了 又炸裸上了 对 就这一点都要消费了 就要消费 把刀饭子 拿到时常上摆地柴 便宜的小手 这样会影响整个军刺的生意 所以说这些东西必须消费 苗长强今年53岁 和他同龄的人 有些走入仕途 身居高位 还有的经商发了大财 但固执的苗长强 还是坚守在军刺的道路上 苗长强的儿子苗玉耀 如今已经大学毕业 在父亲的建议下 现在也开始学习制作军刺 这是这两个比较美 这是一个猪 我学雕塑 我老师一直跟我说 做动物要做出人的生态 那它就是一种艺术美 一种夸张美 看着儿子创作的军刺作品 在欣慰的同时 苗长强也不忘细心地加以指导 他希望儿子能够继承苗家军刺的荣耀 让苗家这个军刺世家能够继续发扬光大 我记得清清楚楚 老母亲写给这个军刺制的膏的时候 是在老江坐在那个走廊堂的下边 把那个膏放在那个走廊堂上 当时他有关心病嘛 一直说左手无入心口 那估计是心脏不好手 是吧 又说那种被战争带走 那样的情况 我看着最后来说实话 我心里很不识不走 这个可以说 老父亲对这个事业的军刺来 咱这一代人呢 就是说没有理由不把他方向往哪 所以说呢 这些年来 我对我一直的不懈的努力 不管是从军刺的造型上来说 从这个右侧上来说 我一直都在 子子不倦地追求 你整达到军刺的最高的境界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